影片开始前记得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订阅是免费的哦 嗨大家好 今天要来开箱万代新的蜡笔小新 多佩玛玛佩多 多佩玛玛佩多 哦他的名字好难免哦 就是你家多佩玛就好了 多佩玛 这是他旁边那个绿色头发的那个 类似小精灵的女生这样子 运输盒啊跟之前前面几款的其实都差不多 只是他这次因为可能两支的关系 所以他稍微比较大了一点点 它就是一个纸盒 哦 然后前面就有印他的这个多佩玛 然后还有雪人胖胖这次这两支的角色的图案 嗯 然后盒子啊 有点像那个小朋友的那种儿童的鞋盒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我们现在也有预购社团啰 对啊我们平常开箱的这种类型啊 比如说公仔玩具模型人偶 都有放在我们的社团里面贩售 包括一些还没到的预购商品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购自己喜欢的玩具 我们的连结放在留言处哦 赶快加入 下面下面 这个彩盒啊打开出来之后就还有一个这个纸盒 他其实蛮坚固的包装上面 然后打开来哇 好大一支哦 蛮大的 对啊然后他就直接这样两支这样露出来 然后旁边这边还有这张卡片 跟这个地台 哦这次还有地台 第一次看到 这就是全部拆出来的样子 他其实东西非常简单就是这四样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雪人胖胖 你看 其实算蛮大支的耶 嗯很大支 一个手掌差不多 我们之前有收一款雪人胖胖的扭蛋 然后他是那个环保扭蛋 然后所以他的这个脚啊手都是可以拆开的 不过那一款我就觉得还蛮麻烦的 就是他的手脚很容易就是掉来掉去的 嗯那他这个都是做不可以动的 都是直接一体成型的 后面就是他招牌这个一个手掌 感觉很有分量啊拿起来会很重吗 嗯还好不会大很重 他中间感觉是空心的还是实心啊 应该算空心的 哦 然后他整个白色啊还蛮干净的 你整个拿起来感觉真的很可爱 很像一只小娃娃 脚底啊其实也是都是全部都是黄色 然后一些型号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佩多玛 对不对佩多玛 多佩玛 玛佩多 老师忘记他名字 名字真的很难记 他的脚可以这样子前后这样子 蛮细致的耶 细节上面更漂亮 然后他的脸啊其实都还蛮 做的还蛮好的 然后这一只啊他有配一个地台 他其实这一款有点像那个我们之前开箱 数码宝贝掌洞的那个 他的地台是直接就是插在他的屁股这边 这边有一个洞 然后直接这样子抖上去 他其实如果你要让他不要地台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 但可能脚要稍微就是巧一个角度 不然他其实还蛮容易抖的 我现在已经把它装在地台上面了 这边稍微会比较紧一点 所以左右这样子一直这样转转转转 慢慢地让他抖进去 跟我们前一期开箱那个 长洞树毛宝贝那种方式有点像 嗯 因为他的这个支架非常的细 如果一下子太用力的话 我怕他会断掉 所以还是这样子慢慢这样稍微左右这样子 让他慢慢地进去 会比较好 再来最后一个 超级无敌卡片 也是做成这样双面的 然后他的卡片不是一般的那种紫卡 他是那种有厚度的 质感也蛮好的 颜色上面也都蛮饱和的 这款是他们第一次出电影版的角色 很经典的就是雪人胖胖跟这个佩多玛 反派跟好人的一个大对决 嗯你刚刚又讲错了 多佩玛 马佩多 多佩玛 马佩多 感觉很适合放在书桌上 一种疗愈小物 嗯 半当桌那种 或者是你可以把你之前如果有收集 动感超人啊 或者钢达姆 肉屁屁那系列的 就是把它放在上面 哇一整个全部这样应该还蛮壮观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好处就是 他们站的其实是很稳啦 嗯 比起之前那个动感超人跟那个钢达姆 对 那两个很会倒 如果动感超人之前 也有个地台 然后可以站稳也不错 嗯 推荐就是喜欢蜡笔小鑫的朋友 那赶快去收集吧 拜拜 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按赞并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